没事就逗一逗的 我这次场面大了点 行了 老公 咱们俩一定要忍住 现在不是已经事情快过去了吗 大嫂 她这是有雷锋精神 她燃烧了她自己 照亮了咱们家 对吧 咱们不是有恶报 但是大嫂 一定有好报的 对吧 薄熙 你能做得离我近一点吗 其实我现在才发现 我已经好久没这么认真的看过你了 跟刚结婚的时候变的 你真的变了 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薄熙 今天刚结婚那会儿 我们什么都没有 只要你爸爸 只要你爸爸 再叫妈她留下的凉茶铺 是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白手起家 虽然日子过得有点苦 可我们还是很幸福 记得爸爸临终前 把我们家组成的凉茶秘方给了你 记得爸爸临终前 其实爸爸私下跟我说过 他把秘方给了你 就等于把我以后的人生 都交给了你 就等于把我以后的人生 都交给了你 说一个卖凉茶的 能干多大的事 可我还是相信 我们在一起 去大胆地尝试 去经历那么多的坎坷 和磨难 才让现在的锦云集团 从无到有 现在你实现了当初的心愿 让锦云凉茶 向你全国了 你能够事业有成 我真的比谁都高兴 真的 我知道妈因为我生不出男孩 要更更与怀 其实她的心情 我能理解 所以就算她嫌弃我也好 讨厌我也好 我都乐于承受 只是我也是个女人 有时候 我也希望能够做到家人的关爱 其实我现在什么都不想 我就希望你 妈和小娟 你们能够平平安安 渐渐康康地过日子 我能够把你们照顾好 我就知足了 都说人 在功成名就之后 会带完过去 可是在我心里 过去的点滴尖心 才是最珍贵 最不容易的 大云 过去的以前我都没有忘记 怎么可能忘记呢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爸爸和你 就没有今天的火 大云 所以我牵连地对你说了那么多的话 是我不对 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了 我跟这个小姐 真的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而且之前 我从来没有做过 对不起你对不起家里的事情 以后也不会有 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相信我 韩大云是吧 是我 你的应血报告出来了 没什么问题 你这个头晕做我的现象是正常的 害喜了吗 害喜 害喜 对 就是怀孕了 怀孕 这怎么可能啊医生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怎么可能怀孕呢 是啊 会不会搞错了 之前鉴定过我太太很难再怀孕的 怎么回事啊 这种情况确实很难得 因为你们第一胎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关系 根据规定你可以怀第二胎 对 好好休息一晚 没什么事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好 好 这怎么可能 一大清早的 你胡说八道是什么呀 没胡说八道 刚才哥打电话里通知的嘛 真的 妈 这医院的检查报告都已经出来了 这还能有假吗 我说您这是天天盼天天盼 这次大嫂给您真落实了 您倒怎么不相信呢 哎 那我说妈 这次大嫂可算是因祸得福了 你看 谁能想到昨天晚上出那么大意外 一到医院竟然验出怀孕了 哎呀 他们现在在回来路上呢 您赶紧准备准备啊 真是太好了 哎呀 哎呀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大云生小娟的时候是难产 医生不是诊断过 说在云的机会就特别低 你们都还记得吧 妈 这个我们都记得 但是医生说机会低归低 但是不代表没有啊 你说对不对 我说什么呀 你跟我我问谁 我又不知道什么 妈 不管怎么说 这次大嫂可真是怀孕了 她回来呀 你可要好好地对她 说不定啊 她肚子里怀的就是我们未来 赵家的小伙 哎呀回来回来 别太激动啊 妈 我们回来了 妈 大嫂哥 你回来得整得好 赶紧把好消息拿出来 大家分享一下吧 大嫂 坐 有了 我大爷的要了 真的有了 妈 妈 真的再能怀上了 是真的 是真的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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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我出去走走 我出去走走 爸 大人 我看要不要 请回房间 扑个窖 坐在本人里面休息好 我今天亲自下厨 给你做几个好吃的 伯伯 对对对 伯萱哥设计店 来 对了 哥 嫂子 那个 你看 昨天晚上的事情 都是我们娘惹的 最后却还让嫂子 替我们顶着嘴 我们的心里 真过也不去 刚刚好 借这个机会 跟嫂子同意见 是啊 嫂子 那个 我之前假怀孕的时候 也是你替我瞒着 然后我这假流产妈 还得你替我兜着 对不起啊 嫂子 没事了 昨天那事情都过去了 再说了 现在这个结局 也挺圆满的 好 圆满归圆满啊 你们两个 没有下一回 一定 一定 四伙 不行 我和妈刚出去的时候 脸色已经不太好 我想去看看她 没事 她也想高兴 没事 去看看她 那你慢点啊 那你慢点啊 怎么会这样呢 老天啊 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啊 叫我以后 怎么去面对我的媳妇 好 马 大云啊 你怎么会来呢 我看你好像心情不太好 出来看看你 妈 昨天的事情 我能够理解 明星想要孙子 因为我的故事 不要说过流产了 您怪我也是应该的 你这伤 伤得厉害吗 没事了妈 操个脸皮而已 妈 妈 自从我建的这家 在我心里 一直当得像亲妈一样 我知道 您也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外人 才说这样什么话 都没有直接地给我说的 其实有时候啊 我也是有问题的 我脾气大 性子急 又哭哩啰嗦的 你就不要再跟我计较了 怎么会呢 妈 你想啊 我现在又再怀孕了 那还不是通人的福气啊 对吧 你啊 这是我赵家的好媳妇 不先找到你啊 真是有福气 真是有福气 姐 我你们说呀 我也这样说呀 我 快回去吧 快就快开 你怎么吃 小蝦 你觉得有个范子 你看 那儿 你快点 不要再关什么 我打算 路上 一会儿 大云别站着 快 走 来 今天啊 正好大家都在 我要宣布 从今天开始啊 我的大云 就是我们赵家的活菩萨 你们所有的人啊 都要给我好好的 供着我的大云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吗 你放心 我们一定严格 执行你的命令 不如我 我能不能严格 你也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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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去 我一天 我坐在这儿 你也不得了 有点 请你留下 公司需要你 让我们一起加油 博轩 一起加油 加油 别动 你别动 你这是干什么的 站在这 坐好坐好坐好 天哪 我的姑奶奶 你怎么能 你干这个呢你这是 有什么事你叫我一声就行了 没事 没事 别动 别动 马可说了 你现在是我们家的活菩萨 我们得供着你 这些家务事你可不能干 我不干谁干 当然赵总是想自己干 我回来家呀 我就不是赵总是长了 你是菩萨 我就是活菩萨 活什么菩萨 我这也不是第一次来源 我自己知道 再说了 这本来运动就能 就对孩子有好处的 你听我的 我说不能干 那就是不能干 这次多不容易啊 一定要小心啊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打算 给咱们家请个宝宝 叫个阿姨来 你请什么阿姨呀 你先听我说完呢 这上回 还小学院的时候 我这忙的 也没好好地照顾你们母女俩 这回又有了 我觉得吧 这是给我一个机会 我要把之前欠你的 都好好地给你赌偿回来 你什么都不欠我的 再说了 我真不习惯别人伺候我 这上上下下没多少活 我这肝怀孕能干得了 你习惯也得习惯 你不习惯也得习惯 你这次的怀上 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啊 太不容易了 你看妈多高兴啊 咱们一定得小心点啊 可不能够大意 一点闪失都不能有 我知道 再说了 你妈那个脾气 就我一个人在家都那么难伺候 只要再来个外人 那还不都乱透了 对啊 这说得也对 看来我还是考虑千招啊 行 怎么说 那这事在业 你放心吧 这家里这点事我干得了 那你不能乱动啊 知道了 真的好 好生 我赵博轩能娶到你做老婆了 太幸福了 真的 太感谢你了 你就是我的好题 好好的照顾身体 好好的把那儿子给申下来的 你怎么知道就是儿子啊 那一定是儿子 那不是我们刚出怀小圈的时候吧 刚创业 那时候多累啊 我糊里糊涂地就把小圈申下来了 这一次啊 这一次啊 我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个做妈妈的感觉 是还不乖吗 是 好好的感受 我们俩好好的 你没事 这网美给我发短信了 说什么呀 说什么呢 自己看看 拿就干了 这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内容啊 就足以证明我和郑广美之间 没有任何的暧昧关系 这就是证明了 你不用证明我也知道啊 我 你们这是瑜伽会所吗 你打错了 好 我 你 你 你 这真是太好了 大嫂怀孕了 你妈这回可以终于让我们松口气了 我怎么顿时觉得空气都新鲜了很多 好庆幸 我说你这人没脑子吧 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呢 这当然是好事啊 这是喜从天降 什么就喜从天降了 我觉得这是祸从天降才对 眼看见到手的宅子 我觉得你就是特别的缺心眼 眼看见到手的东西没了 你还替别人高兴呢 说我缺心眼 我看你是小心眼才对 淑慧啊 我发现你这人 不仅心胸狭窄 而且还特别虚伪 说什么下辈子要为嫂子做牛做马都愿意 骗谁呢你 我说的是下辈子 就不是这辈子 行 那我们就说说这辈子的事 你口口声声地跟嫂子道歉 该不会也是假的吧 哇塞 那你这戏太好了 你直接可以去参加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评讯了 你怎么说话的呢 我是为你打破不平的 我真谢谢你啊 我求你再不要为我打破不平了 你看看你把这家的人闹得 你妈妈 那高血压跟你坐过山车似的 还有 我们都快被你打造成新生蛋演员了 我的好老婆 我来坐 你说 我们俩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多好 不就是一土砖土瓦的房子吗 我薛志刚再奋斗个三五年 绝对可以买他个几栋 吹牛吧你叫 钱一行 我等着你给我买 买好几栋房子 然后我安生立命 从此不愁 笑话 我薛志刚才华洋溢 除了生孩子买了点 赚几栋房子 那就叫易如坟掌 我告诉你啊 这房子我要 儿子我也得要 女人哪 那现在郑小姐什么态度啊 她那天主动来找我 说要和我们公司解约 想出货待一转子 她说不想因为广告的事 影响我们家人的心意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 那要这样的话 那这个郑小姐 还真是致敬退时大体啊 大爷 说句实话 也真是因为我们 和这位郑小姐合作了 这个季度的销售量 节节上升了 真得谢谢人家 那既然这样 做人呢 要讲诚信和义气 人家为我们这些广告 背了那么大的黑锅 不准那么多麻烦 咱都不能把人一早踢开 可不是吗 要不是因为我 她也不会太那么多麻烦 现在出事了 咱们如果置之不理 还真不厚道 你说呢 咱们就开了戒指招待会吧 反正这件事情 我们是清白的 也没什么怕说的 行 你同意就行 那我这会儿 就让我家医术 去办这事 倒是话 你也出席 也说两句 出席可以 说我可不会说 那那天 你好好打不打败 郝主编 今儿有个大新闻 什么大新闻 我们接到邀约电话 锦云集团要召开记者会 赵董事长 要亲自出面回应近日的报道 而且 他将邪东夫人一起参加 郑广美也可能出席 好一个四两拨千金 这个赵伯萱确实不简单呐 有意思 这确实是个大新闻 主编 那这次派谁去啊 还是 我去会会他吧 谢谢陈杨医师 赵太太您太客气了 董事长 没事的话 我先听王记者会 行 去吧 怎么样 难得董事长夫人大将光临 收拾起来 好好看啊 我这翻遍了衣柜 都找不到一套像样的衣服 昨天刚买的 好看吗 好看 坐坐坐 这这袖子是不是懂了点啊 你这袖子是不是懂了点啊 你刚服务员说就这样时髦 我哪懂啊 好看 坐坐坐 你这袖子是不是懂了点啊 一会儿啊 发布会的时候 想到什么说什么 别紧张啊 我不紧张 既然都决定开发布会了 就把事情说清楚嘛 那个郑小姐她会来吗 你跟她说不知道 应该回来 大理 一会儿发布会 你就坐着说 别站着说 你怀着孩子呢 你说一会儿就歇会儿 别练着说 行了行了 你别那么扑合妈妈的 快赶上你妈了啊 是 这遗传 你告诉他们 我不会回答 和广告无关的问题的 好的 大理小姐 请问你今天出席 锦云集团的记者招待会 是不是直接承认 你与锦云集团的董事长 对 赵博轩有什么正常的男女关系呢 外界传闻 赵博轩董事长 让一下还能影响好 对啊 你是不是第三转发贴 嗯 志国梅小姐 你为锦云集团带给锦云凉茶 是不是都不赵董事长 对啊 是啊 是 赵董事长跟我说 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之前呢 我是完全不知情的 不过我对于他的这项举动呢 表示支持与尊重 所以我觉得可以借这个记者招待会 跟大家说明一切 哦 是这样哦 那 那 话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哎 好了 好了 麻烦大家就这样一下 再给我帮个礼仙了 好啊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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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你了 欢迎 这是我太太 你好 赵夫人 你好 张先生姐 请坐 好 请各位记者朋友就坐 首先有请我们锦云集团的董事长 赵博轩先生说两句 首先欢迎大家能够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目的只有一个 希望能够帮助我们锦云集团澄清前一阵子 关于我和郑光美小姐之间的一些不实的传闻 你就那类搞不够的加油吧 好玩心啊 你为什么 不管小龙 你不帮我们这就行 原来照片里那个男人不是志刚 是博轩 哼 那些记者呀 这是在瞎胡闹 瞧你当初啊 把人家志刚冤枉的 妈 怎么能这样呢 大哥跟志刚 一个是你儿子 一个是你女婿 要是你女婿在外面鬼混 你就吵得不行 要是你儿子你还挺乐呵的 我当然是有区别了 你老公我不了解 我儿子可不是那种人 这不是在开机者招待会吗 在哪个频道啊 妈 你也太太去你儿子了嘛 他什么大人物啊 他开一个绯闻澄清记者招待会 你以为能实况转播呀 真是的 那娱乐报道能说一说了不起了 再说这些记者就是哪乱往哪钻 现在这事儿尘埃落定了 保不清还不拨呢 我就不相信找不到 总之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一方面 希望大家能够尊重珍宝门小姐 她的形象 我不希望有不实的报道 对于正宝门小姐 产生不良的影响 谣言止于智者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 景云集团 谢谢大家 那我相信刚刚赵董事长 他也把所有的来龙去脉 都讲得很清楚了 其实就我个人的角度跟观点来看 我真的觉得 这一次跟景云集团的合作非常愉快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赵董事长 他真的是难得一见的正人君子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男人 因为这一次记者招待会 赵董事长也请了赵夫人出席 大家一定看得出来 他们夫妻俩真的是间谍情深 是不是 所以我相信 亲者自欺 谣言 他终究是谣言 谢谢大家 赵夫人 请您一夜说两句好吗 是啊 赵夫人 您一夜说两句吧 请坐下说好吗 大家好 我是韩大云 我相信郑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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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相信我的先生 他们之间 之前在工作上的互动 我是都知道的 所以在这里我恳请大家 不要再做那些不实的报道 如果你们真的想报道 那就报道一些 景云集团的正面宣传吧 谢谢大家 各位记者朋友 我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光临 好 谢谢 谢谢 请问下 你好 好像你们俩都这样 好 谢谢 你不再说吧 谢谢你们啊 谢谢 郑小姐 请留过 你是 郑小姐不用害怕 我不是外人 简单的给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好一件 是《星光娱乐》杂志的总编辑 这次来找郑小姐呢 是想如果郑小姐有时间的话 想请你送个专访 这是我的名片 我会再考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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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